堆积在他的身体里面 当他堆积在身体里面 就是说肥料是concentrate 他就盐分增加了 他就要吸更多的水 让他自己不中毒 明白 变成你看 用化肥的作物 全部他的颜色都升清泽了 因为很多肥料 他没有办法消化 晚上没有办法消化 你给两份饭 他只吃一份 早上吃饱 晚上不能吃 所以你会注意到那些叶子 就是这样子下垂 因为太重了很多水 他需要吸很多水 很多水 就有什么问题 就有害虫来 或者那些病毒 会来侵袭 因为很多水 你想想看如果你 不止干干的话 不会觉得脏 但是如果一个地方湿气很重 它就开始生东西 因为水是生命全员 这个又讲到说 我们BioDynamic 我们不被允许 用水龙性肥 因为当我们的地 用水龙性肥的话 你不可以叫你的作物 是BioDynamic的作物 我们BioDynamic的作物 一定要吸取肥脂質的 你没有有脂質 你就想办法放到它 然后把它变成肥脂質 然后你才来做 有肥脂也是好想看来说的 也是水龙性肥 对 对 也是水龙性肥 所以 要当火力龙的龙姑 你要很耐心吗 我是鼻子很暴躁 现在也要活到你鼻子 可是我老婆讲 越来越好爱我老公 越来越爱我了 因为你要等啊 你要有那个耐心啊 所以 我们的作物啊 全部都向上了 BioDynamic说 BioDynamic说 BioDynamic is the daughter of sun 它是太阳的女儿 所以如果你进我们BioDynamic农场 你会看到我们这样讲 太阳身体还会这样子 太阳中间还会这样子 太阳向上的时候 它会这样子 你看到它的样子 全部 好像军队样子 因为这个是它的食物嘛 它需要出来吃到食物嘛 你吃了它就像太阳 而且是质地性嘛 不是这样子 因为它身上没有多余的水分 当没有多余的水分的时候啊 刚才 去问他跟我说 我们的 我们的 我那样也吃到我们的 比较很好吃啊 你想想看 你泡白肉 如果你放两汤匙 放一大杯水的话 泡白肉有味道吗 如果你放两汤匙 你放半杯水有味道吗 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 因为我们的粥没有多余的水 我们有的就是那个 它应该有的什么 营养 营养 对 所以我们把里面的粥 它会比较耐放 比较耐放 比较耐放 你放的 如果 如果 那个骨骨骨骨打标的话 那个 它放在 它会干掉 它会烂掉 所以 前两个星期 我去它的火园 它给了我一些羊桃 其实吃起来还没有很好吃啦 所以我就放这 剩下一粒 还给我三粒 剩下一粒 我放那边两个礼拜了 你听好它是羊桃 啊 昨天我出门之前 我看 我还没有烂掉哦 刚刚只是暖了一点 它还确定 这个就是我们要吃的食物 这个我给你们讲的 准备 记住心一点 OK吗 还有问题 如果你刚才说 它有水那种汤 这样它怎么把它水弄掉 要怎么让到那个食物 自然就变得太阳化妆 不要给它吃水融性肥 不要给它吃水融性肥 对 这样 对 因为 但是它可能没有水融性肥 是可以特别确讨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的 要怎样就变得了 就打个比如 我现在那一片大概 又到舒服一个地方 那边我先主要拿来送香蕉 现在我拿来的香蕉就是那边送它 真的 砍边的是刚才那个 barrel年土地 我种绿肥肥 肥肥肥肥肥肥 一年还是不理想 然后 太太建议就是说 这边你不要拿来 中那些短期作久了 你干脆拿来种香蕉 种芭蕉了 香蕉跟芭蕉不一样 芭蕉喜欢水 我就种了 我也没有对它奇怪很高 但是 很神奇的 他 我们有个 火力工工的配方 那些上课会比较详细的讲解 种了下去过,它就生算很好哦 这样我这两年里面只加过两次堆肥 就是一重,就是一枯,这样子吃煮煮的 但是它还是够吃 我们讲够吃,主要我觉得是 你会受担心说,那个作物是没有问题吃 它就会长得不好咯 但是我觉得,从我自己的观察来看啊 其实作物它不需要太多我们觉得的反应 如果我们有割草啊,它里面有细菌的活动啊 它们会自己会扣吃的 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破坏到一个很好的环境 给这个菌进来住 你的水要通风吗?你的水要通风吗?你的泥骨要通风 要有足够的水啊 然后你要有,好像我弄香蕉咩,我是没有香蕉 我就长得大概腰这样高的时候,趁雨天我就割碎它 就让它在表面吧 可能人家在这里,你这个够肥呢?我看我收发,我看到我的香蕉没有吗? 所以我跟我讲,它不够肥啦 我看得出,就讲,当然它不够我讲麻辣了 我就看到,还好啊,还轻轻啊,没有要死要死这样啊 所以,是这样吗? 所以,有一个人家,它本身有很多脚啊 因为它的银行是需要那个银行的代表 啊,这个,这个,这个我又带入另外一个东西啊 带进另外一个东西 其实啊,我们的mother nature啊,它很 以前我没有接触biodynamics,我工作 我们就以为,那片地缺乏甲,是吗?我就补充甲 其实啊,我们是给佛的人啊 其实,mother nature啊,那片地缺什么啊? 它就长什么东西出来,来补回那个地哦 但是你要记得,你要补回 很多人,好像说我这片地以前是生龙茅草的 第一个阶段是茅草 这样为什么生茅草,而不生那些大头草啊 生那些其他的呢? 因为茅草,你很差,我们讲很差很平洁的地啊 就是很压紧的,然后不通风不通水的 茅草它的根可以去到很深,然后可以帮我们折土 那个是它的血汁,它的肉 当它死了之后,它有那个勇气汁 来让更高层次的植物来生 所以,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啊,那时候我就很奇怪了 哎,我的地很平洁啊,要这样子,什么? 然后,那边农场呢,眼睛就跟我讲 你就让它肥沃一点,茅草就不来了 我放不过点肥的,生的更够了 嗯,其实不是的哦 不是的哦,因为当你的肥分够 你土地肥沃的时候,它的角色没有了啊 它没有那个肉了,就好像建屋子这样 你屋子建好了,建筑工的就走了啊 就不需要了,没有它的角色了啊 然后就到另一个城市的草来咯 所以你的地区缺乏什么 它就神什么做不起来,哭为它 所以你就离开了 那,我们团队一个环境 让大自然去帮我们做这个工 啊,有一个这样的 啊,BioDynamic的 啊,Alex的书里面 他有提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牧场 它是 拿来木它的油了 还有生很多,黑麦出来 但是黑麦呢 就妨碍了它的牧草的生长 所以每一年,它都花一个工夫 去割完这些黑麦之后,卷起来 然后把它拿掉 结果有一年 就是,应该是遇到干旱啊 还是它经济坏什么东西啊 它割了,它就离开了 在它的牧场里面离开 结果第二年呢,没有涨了 没有涨那个黑麦出来 那野黑麦出来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天缺乏那个东西啊 它割了它离开了 它的养分又回去了 所以第二年,它就没有了 它就没有生了 不妨你们有买新木枝啊 还是那个 你看 有很多茅草 你的耳含 你存一个几个月这样子的过 它开始长不同的草来了 因为大自然的阶段是这样 先茅草 然后到高级的草 高级的草 高级的草 它支持不到草 就好像 你要餵饱 我就不幸点吧 要餵饱 可能要 难一点啊 哈哈哈哈 其实很简单 OK吗? 回答到你的问题了 就是说 你这个生活 如果你没有 去幼 对 自然那个 剩下的营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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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啊 所以我整天看到 因为我是乡下人 我等下来到 Kick out那些地方 哇 被人那些草 被人打包起来 你听到 哎呦 这些哪一座堆肥 挺好 对不对 又有很多人跟我讲 我家里旁边要种东西啊 怎么样怎么样 我讲不用啊 你就把草更高 留下 你又割了草很messy 只不 这个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人啊 真的有一点太厉害了 其实不是的 不行啊 你要做东西 你要收成 你没有时间等那么久啊 哦 不能啊 你想想看 比如说你要买这些物质的话 你没有钱 你不能买啊 对不对 你要存够钱啊 其实 中低就是一样 我的老师 Darren Aiken 他是澳洲人全自隐私 他只有冬天 种到东西 他还得空好 平时 他是工作十八个小时 或者十六 十十 而且做超快的 他就OK 他跟我们讲 你要怎么把草里面农服呢 你要把你的地 当成是银行户口 你要从你银行户口拿钱 就让你十个存钱 你讲 养地 就是你存钱的阶段 你存的越多 你就可以拿多一点 你没有存 你就不能拿 就是要 这样说 如果那片地 它生茅草 你割了 你就存小块钱 如果你的地 生到好的少 你割掉了 你就存更多的钱 这样你就能做更好 你需要那个时间啊 大自然 它可能要需要十年才能 但是用玻璃奴根的配方 可能短短一两年 我们就能改良那个组织 所以这个方法是 比较 practical的 所以我才很幸运 我想当中 我都注意到了 Bio-Dynamics 所以他 看到反映 是Bio-Dynamics 是一样的 这个念 还有在 你们学过啦 后平工厂主任 还有讲过 其实我们的了解 就是说 其实大家都是为了 种好的手出来 只不过 看他刚刚当农夫的时候 他建筑到什么 因为 我们人 有时候 能当到有机农夫 通常做 不好意思啊 做不到 所以 当他随着 他一学一学这个方法 你跟他讲 其他方法就 做好 五六年 还ok啊 做到什么 就没听你的 这个是机缘啊 但是 火力农夫 他的分别就是 我们不被允许 用水龙性肥来施肥 但是有机 有机农 有机耕种啊 有谁可以 就是说 如果我用鸡分 或者是牛分 或者是羊分 我种出来的 我们拿去卖 我讲是火力农夫的话 不会 因为我们做绿肥啊 刚才我讲嘛 割了的草的 税也是水龙性肥的嘛 一片地啊 如果我们要用分肥的话 可以 你要种两次绿肥 那两次呢 在平原 大概要三个月时间 就是说 你放了鸡分 或者放了牛分 ok 你种那个绿肥 怎么讲 我叫我给你看照片 种了绿肥 你个睡它 留下去 然后再种多一个 放起来 你才能种作物 你不能直接下了 就应该要种作物 你就拿来种作物 你就两次把他讲的 因为你的作物不是吃虎子枝 他是吃那个水龙性肥 我们要我们作物吃那个虎子枝 不是吃 很好 you must you must 所以他的故事就是说 我必须把所有的水龙性肥 我的这些绿肥 刚刚切两个那些绿肥 对 把它转换了 我真的 我真的才可以 对 有核心肥 对 其实那个作物会告诉你 他在吃的什么东西 你从哪个样子 你看到 他是吃的水龙性肥 还是吃的虎子 你看得出来 我们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跟着的过程 其实我们是不准备用牛粪 但是我们有用牛粪 比如说 你要种绿肥啊 你要那个绿肥长到好 你才有 有那个有机制 这样如果我们 那片地很平积的话 你连生绿肥 都生到不好的话 你就要等很长的时间 其实当你等这个很长的时间 那个农夫就撑得很辛苦 饿死了 对啊 可能就跑去打工了 可能就不要做了 然后去外面跟人家 要给你走这个了 那里面 那里面有很多 这样子 那里面有很多 ok 因为这个方法 我们现在马来西亚学的方法 是从澳洲那边 大国人 西方人 他们如果有农场的话 一般上他们就会有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运来 他们吃起司 他们有做油的来 那个是他们很喜欢他们的文化 但是我们马来西亚 有菜园的话 你问他 有养牛吗 对 养牛要做 对不对 若是只是用鸡糞 我们对鸡糞有讲究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所以你看 我们学的方法是用牛糞 当然牛糞是最好的 因为它吃草 然后还有四个味来消化 它消化出来的牛糞 其实差不多是很困难的 很容易被细菌去消化的 那个就是用牛糞的主要原因 因为它吃草了 然后我们这边 通常用鸡糞 因为我们这边要找牛糞 很惨 所以他进去 他的牛糞 在那边找牛糞 哇 还迷路 还过不到 然后还是 这样倒了 牛糞 放进他的寒色里面 因此还在 后面七八糞 又要开路 一个十多分钟回家 然后又要跑回去 因为我们这边 牛糞不普及 但是鸡糞就很普及 因为你可能不知道 马来西亚是吃 最多鸡肉的 通常鸭口家 因为我们三大米 不是吃鸡肉 所以鸡糞是很多的 甚至免费给你 你去哪儿都可以 但是用鸡糞就有一个反正 你会 可能会 可能会有 抗生素肠瘤 可能会有 这个重精髓的肠瘤 这几样东西比较好 如果你是说 刚刚一期 你有办法 继续到鸡糞 它就吃虫 吃草 那是OK的 因为鸡糞的反正是这个 抗生素肯这个 它不是很像重金属虫 重金属虫 因为重金属 无论怎么挂 很难挂掉 这也不是它 先回我 是腺炎 重金属 它虽然不能被人体 排出来 因为它的属性很大 它的胆位很大 它的胆位很大 但是 重金属 大部分 它都是不稳定的 它没有好像 Oxygen 这样不稳定 没有好像 Heloid 它没有好像 Carbon 这样不稳定 它是很稳定的 但是重金属 它是不稳定的 意思说 如果有一些能量 或者一些 我们人不知道的因素 它这个重金属 你会 不见到的 就曾经有一个农夫 也是现在保育长那边农夫 他要养云天 他已经把人种菜了 他以前 是做有鸡 所以他用鸡笨做堆肥 然后他要拿认证的时候 做那个雌刑认证的时候 台湾的 在他的土壤里面 就有验到那一个重金属 所以就不能咯 然后他就用了Holing 龙根的 那个五百倍康 来碰了 他说半年后 同样的地方再验 没有了 就有人说 你这样子解释 你这样不会不理解释的 你问他 那是什么 啊 那是什么呢 分我们Holing龙根的其中 一个配方的五百号 那五百号是什么 他不是 他是用新鲜牛粪 放进牛角 埋在泥土里面 两车里面 过一个冬天 过了冬天过后 拿回出来 里面黑色的substance 我们叫五百号 为什么叫五百 因为他一个gram里面 有超过五百个million 的微生物 甚至有些微生物科学家 不懂是叫我们名字 所以这个五百 我怕你们时间OK OK 我就进行下去 这个五百啊 他是 菌啊 他的寿命啊 大概只有几秒 或者一两秒 所以这个五百号 我们一个acre 我们只用三十四gram 但是 我们要放进 起温的水 十四公升的水 用手来回搅拌 顺时钟 满时钟 顺时钟 搅拌一个小时 这个是当Holing龙的农夫 最够力的样子 哈哈哈 搅一个小时过后 你喷去一acre的土里面 而且是在傍晚十分 最好下毛毛鱼的手喷 让人家讲 哇你这个是用什么 好料 可以每个喷了 而且 用三十四gram 三十四gram 才不到三十块 用了一个acre 一年喷四次 哇 这个是什么 black magic 其实不是black magic 你要同科学的角度来讲 但我把这个 因为我未成了 五百 五百 million 乘三十四是多少 我也不懂得太长了 还给过 所以我没有进程了 当你搅拌的时候 你是法拉佛化 一般的讲法是佛化 但是我老师说 you receive the gift from heaven 我们是得到那个人 而且不能在屋子里面搅了 不能在户外搅了 搅了给我们碰了之后 这些菌啊 如果你的泥土 有食物给他吃 有水给他喝 然后很松了很疯疯了 你觉得他要住下来吗 他住下来吗 他住下来之后啊 他就 哇 这边很爽哦 ok啦 我结婚了 我又传宗结代了 你要知道啊 传宗结代不是五十年六十年 是一两秒 一两秒里面 他就一个generation了 但他一个generation 他要消耗食物的嘛 所以他就把那个有菌子消耗 消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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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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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啊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啊 你就能把你泥土里面的有菌子 转化成果子式了吗 这个就比较 逻辑的讲法咯 所以英文叫什么 你们说 你们得我三次咯 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拉到很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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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比较长的收成级也造成我们的cost 比较高咯 同一个工人 你三个月能收三次菜 我们做有机能收一次 变成你他的空间也是三个月的嘛 不是一个月的嘛 这个成本比较高 然后当我们中的时间比较长啊 他exco的风险比较高 为什么呢 比如说 你一个月里面 你这个可能你没有遇到大风 或者暴风 但是你一个月半的话 可能就后面半个月来 哇 完蛋了 这个就高风险了 太过了 运输成本 一盒可能就一块钱了 但是我们小龙啊 我现在从鱼宝寄来这边啊 一盒是要14块 一盒过来呗 那个运输成本占的那一个农场的那个价钱大概28块 要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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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我寄要寄要寄? 我要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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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那种运输费 法人 勞令秘集 下张 这是我的 这是宗花生 因为花生 我中花生 我有种子的 我打个电话给代工了 代工你懂吗? 扫换了 他就有一个专门下 花生种子的那些 打进去 我要收盛的时候 又要打个电话 哎 你要帮我收花生 哇你看到就爽啊 那个车一进去 后面旁边 这个面子在 后面又丢花生的 哇 什么 我们这个 整行 两行一排车 才不到30kg 我花3万多钱了 我充了半年 耳不动了 亏死我 还挖死我 因为我们这边还没有机械 来帮有机能处 别的国家有 所以是劳力的 Label Intention就是East of course 到了 然后人家讲最后 中介很妖怪 对吗 很多人这样讲什么 这样我们讲得懂吗 认识你的东西 下一张 认识仲裁的人 比任何认真来的安心 下一张 你看这个人 一看他只要不是坏人 这个是很直接的 你要吃有机 你给三倍的价钱 中国你不要去他的农场看 中国你不要吃他 你给这样多钱 对不对 你看一个人 就一般超过一般 有那个沉蒜了嘛 下一个 你要吃我给你 你要去到农场看 真的 你哪里懂 因为这个东西 你们来 几时来摸东西 我可以收钱吗 我的药我可以带走了吗 如果你没有去到农场看 你要看到农场 有没有生态啊 打药 一定有那个人记的吗 那个草药 草药 草药 要去看 你来我外面看 我这样 你来我外面看 然后 你吃的那个有机食物啊 它是高能量 它是很 satisfy 你吃了 你以为很有满足感啊 你不会说 你口饱很肥 尖管性尖管肉 有没有大家感觉 有时候吃外面的东西 很有满足感 然后你要去认识 那些认证 是什么啊 不要随随便 买一个包装 有一个东西在上面 你会觉得是ok的 你要知道这个认证 是 怎样规范的认证 有比较容易拿到的 有比较难拿到的 so 你给多了钱 你不要去认识咯 买油鸡的心态 最后了 Fake is good 很多人讲 你家公文家 中文家大条 你家小小条 又要挖压龟 对不对 这样龟 你们中有机房 打到你很早赚咯 什么都怪不得 你这样年轻 我已经当农夫了 我说你啊 就看我的农夫了 对不对 因为啊 这个是我猜猜 到最后了 so 那个心态就是说 当你要消费 有机产品的时候啊 你要记着 我实际上跟客人讲的 你消费有机产品 你不是消费那个产品 你是消费整个概念 那个产品 种出来的过程 有没有对环境造成负担 对不对 农夫 能不能养家 他有没有喷尿 有没有伤害到那些大自然 对不对 然后他这变甜 能不能永续 这些是个概念 是概念 所以 我们 当农夫了 有时候要跟大家讲一下 你们 有时候可能我们 家中没有牙齿 可能 苦瓜 会有火银丁 弯掉了 可能香蕉 有时候放了一个礼拜 会还不熟了 这些 你们就 feedback 给我们 我们会赶紧 有时候 有些东西 我们控制不到 因为 毕竟也是靠天吃饭 你们有 feedback 给我们知道 我们就知道问题 那里 问题那里 我们就试试探阅房子 但是 成不成 看他给不给天 给饭我们吃 就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